圣之主日 基督苦难主日 假年 众口同生 都名认基督是主 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五十章第四到七节 腓里伯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三章第五十六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4月2日 耶稣基督为什么犯二以来教会的传教工作好像停滞不前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是不是毫不模糊地宣扬耶稣基督为天人间唯一中宝 人类唯一的救主 我们自己有没有完全相信我们信仰的独特性 什么是我们传的福音的最基本内涵 为什么福音派的基督教朋友非常热衷传教 相信之下 我们天主教好像提不起劲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 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对福音的忠心内涵 有着毫不含糊的了解与认同 耶稣基督这唯一中宝 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 人是靠着信德被耶稣基督的恩宠所救赎的 救赎有永恒性的后果 天堂和地狱 这些虽然都是天主教的传统和正统信仰 但可惜的是 今天一般教友似乎对这些福音最重要的讯息的了解和认同 与福音派朋友有很大的距离 正是这认同上的距离 使我们的传教热情和成绩也产生同样的差距 一位在耶稣会办的Boston College 执教二十多年的天主教教授 曾对他绝大部分信仰天主教的学生做了一个调查 他向他的学生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你今晚就离世并见到天主 天主问什么要让你进天堂 你会怎么回答 他发现 被询问的学生大都不知道正确的答案 甚至答案中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 对天主教的核心信仰道理更是一知半解 他们认为他们是靠善意而得救 靠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或靠自己尽心尽力做善事等等 今天是苦难主日 我们纪念的就是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即天主为了使世人能进天国而牺牲自己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说 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我为你们流出的 天主借自己的苦难和死亡 把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 带到永生 这就是我们应该宣讲的福音的中心 罪对基督宗教来说 不只是触犯自然律或是天道 中国人以此解释罪 而是一种违约和失信的行为 违背了天主 天主不仅是一位立法者 自由者 更是慈父 故违反天主的成律 罪等于背弃辞父 开罪真善美的天主 后果不但损害罪人的心灵 也损害人类社会 甚至自然界的秩序 然而 人能犯罪 却无能把自己 从罪恶中解交出来 这在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中 可以证明 我们都知道 自己身上有黑暗面 即罪恶的倾向 甚至确实犯了罪 古今中外的人类在教育 法律 培养警力等上面 花了多少精力和财力 却都没有办法 解决犯罪的兼提 战争 监狱的犯人等 今天不比过去少 人无法靠拉自己的携带 来提升自己 要解决罪恶的问题 必须是来自人以外的救援 这个人以外的救援 就是神义人的厄马努尔 就是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借他的生命死亡和复活 人类才得到了获救的机会 恩宠 但人要相信 依靠他 并以爱的行为来印证这个相信 印证人性在恩宠下根本的改变 由恶转善 才可以得救 就可以得救 天主教不是恩宠唯一 而是恩宠与爱得并重的宗教 吉人的得救 首先靠的是基督保屑的功劳 第一决定因素 而爱得行为表示我们愿意接受基督的保屑带来的恩宠 让恩宠产生后果 因此是自己得救的第二决定因素 但第二绝对在第一之后 没有主耶稣保屑一次而永远的救赎功效 我们连行爱得的力量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 马斗福音25章供审判的故事 这故事并没有暗示信不信耶稣都无所谓 你只要做一个好人 善待他人 就能进天国 相反的 这故事假定了听众都已相信并接受耶稣的教导 马斗福音第24 25章都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讲的话 问题是 如果我们真信耶稣为主 故事中的义人和不义的人都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到迷 我们就应该把最小的弟兄姊妹当作耶稣本人 所以主耶稣的故事不是在强调人是否要相信耶稣才能进天国 而是有否把最小弟兄姊妹当成耶稣来对待我们信仰耶稣的后果 除他 耶稣基督以外 无论凭谁 绝无救援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使我们赖以得救的 宗徒大事录第四章第十二节 今天 我们纪念救主耶稣为我们全人类所受的苦难和圣死 福音和独经一 我们庆祝人类获得救恩 我们更要传颂将人类从罪恶 痛苦 死亡中救起的唯一救主 众口同生都名认耶稣基督是主 独经二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 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马斗福音第二十一章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独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